少此话问题很严重 中投区国中教育会考事务委员会公布 明年国中会考报名人数 考生一共34898人 比今年再少2051人 对各校招生是冲击 国教署宣布要调降高中职班级人数 基层学校虽然赞生 但也认为这只是稍微延缓简单危机 中投区国中会考事务委员会统计 台中市少2051人 南投县减少700人 预估等于明年会减60班 这一次连三年中投区招生负成长 预估未来两年也不会转好 台中市教育局又预估未来两年中投区考生人数 目前国二三万5075人 国一三万2527人 若每年持续倍数递减 有超额教师隐忧 也忧心中投区会有私校面临招生 因应危机 因应简单问题 国教署要求从107学年度开始调降人数 至每班38人 预计109学年度降至35人 专专业群科技综合高中学生目前是38人 107学年度要调降至37人 109学年度降至35人 台中市12年 国教辅导团种子教师陈建明 由心指出 少此话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冲击面向很广 国教署的班级人数下降策略只能稍微延缓各校的减班危机 但整体招生人数还是降低 私校的冲击是收不满核定的招生数只能减班或减失应应 陈建明指出 对公立学校来说 少此话会排挤交 预金费缴税的裁员减少 公立学校要教师整建设备扩充 改善争取预算也会越来越困难 若要维持原来的教育预算规模只能举债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人数真的很重要 教育局表示 台中市会配合降低班级人数 因应新课刚上路 教师在协同教学跨领域研究 专题讨论或实验 实作上均需兼顾个别学生需求 及整体教学品质 会配合班级人数下降 台中二中校长何富柴说 新课刚学生要跑班 学生人数降低 让两个班可以变三个组教学 减班缩小学校规模是必然必然趋势 中二中降低班级人数 也想简单让教学品质更好 中头去明年活中会考报 明人数考生一共三万四千八百九十八人 比今年再少两千零五十一人 对各校招生是冲击 国教属宣布要调降高中值班级人数 基层学校虽然赞生 图台中市中明高中提供分享